昨天早上的8点多钟 在沈阳市余虹区滨江街的一个小路口 两辆轿车撞到了一块 那说起这起事故 双方的家神都觉得这起事故都是对方的责任 而且听上去都有一定的道理 咱们一起去现场看看到底是谁开的有问题 在事故现场 两辆轿车停在路口中间 白色轿车右前侧车门凹陷 黑色轿车的前保险杠也装坏了 据了解 当时双方是交叉行驶 事故发生后 黑色轿车驾驶人认为 这是一个无灯路口 应该按照左让右的原则通行 对方在左 自己在右 所以出了事故应该是对方负全责 白色轿车驾驶人则表示 他开车是在主路上执行 对方从小路里开出来 左转弯上道 应该是对方全责才对 所以双方值得报警处理 交警感到后表示 这是一个钉字路口 并不适用于无灯路口左让右的原则 交警现场认定 事故由黑色轿车负全责 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2条规定了 机动车道在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 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 没有交通标志和标线控制的 在进入路口前停车瞭望 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 所谓交通标志标线标志 说的就是让大家注意 这个路口有没有让或者停的标牌 路面上有没有倒三角 如果有我们就得小心避让 千万不要抢行